总有话人问我 老花姨这个花盆里边 这个土里边老是长虫子 什么蚯蚓 蜈蚣 鳍巢 乱七八糟的问我怎么预防 这个是怎么说呢 你像我们养花的时候 一般很少遇到 首先是我们用到的土 都是选用一些个无虫卵的 但是花我们在养护的时候 有的是在室外 多多少少都会生一些虫子 那这个只能用药去预防了 不论是我推什么药 总会有人说有缺点 不论是怎么着 大家可以用一些什么呢 颗粒的往土里面放的一些杀容器 类似于我手里面拿的这种 鲜趴小白的一个浮虫胺 这个就可以直接撒到土里面 这种它的优势在于哪呢 它在土里面释放药费 它是内吸式的 植物本身也可以吸收一些药 可以到虫子再来吃它的时候呢 就间接性的服毒自杀了 但是呢有个缺点 就是大家吃的蔬菜水果 尽量的就别用药了 虫子能吃药能吃吗 对吧 你简单的盖它这个点 当然了大家也可以选用一些个 比方晒虫芹啊 什么晒虫胺啊 不是阿维菌树啊 往土里面撒一些个都可以 另外呢如果说大家不想用药 还遇到了土里面有虫子 还有一种不用药的方法 就是说 比方说我手里面这盆花 我知道它土里面已经有虫子了 但我不想用药 我可以等什么呢 等它下次该浇水的时候 直接把这盆花丢到桶里面 给它泡起来 采用窒息法 就是说让水把里面的虫子 全部给淹死 你不行泡它一晚上 还有什么虫子泡不死的 什么蜗牛了 蚯蚓了 该泡死的也都泡死了 两种方法呢 分享给了大家 大家养花的时候 对于这些问题 还尽量的从选土上入手 好吧 选一份比较哇塞的土 别了没咋 我老花一 养花最人也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赞 如果说你也需要这个 小白样的话 可以点击下方小王 别没咋 白了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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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